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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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时间 今天就迟了一点点 香港时间 几乎 早上九点 加拿大就晚了 都差不多 但这个就跟加拿大有关 本来就想讲 国情之民 但是国情之民 就很晚了 我晚上 凌晨三点 那问题就是 我的身体状态 真的不行 所以我就 拜登国情之民 我会明天第一节 或者 德国时间早上 架开 我未决定 因为State of the Union 一定是讲的 因为这个是拜登的 施政的练习 肯定大家会很注重 China 因为现在的 tension 是很厉害的 但是 在这个 topic 我就 因为 Outstanding 很厉害的 我先讲 就是加拿大 扩大 新闪 Open Work Permit 就扩大 受惠人数 但是 申请永久居留 Stream B 就没有放宽 所以 你看到 联登 就有些五毛 就在放宽 那当然 Stream B 是有问题的 我会讲 为什么加拿大 救生艇出现 半天的救生艇 Open Work Permit 扩大人数 我觉得 某个程序 是加拿大 加拿大维持的救生艇 就是一定要的 因为 我都讲过 加拿大没有人口 而且 因为美国 已经extend了DED 如果美国 extend了DED 加拿大也extend了DED 加拿大也extend了DED 2025年 你要知道 加拿大和美国 是Singalized的 所以 所以 你要说 扩大OWP的受惠人数 就是 因为美国这些 加拿大不扩大受惠人数 我可以讲 政治上 讲不过去 这个是的 加拿大 你不单止是华人 但是 但是当然 我觉得搞出了半天的救生艇 的真正原因 就是加拿大那些加奸 就是 我觉得加拿大人 是要开始 采取一个行动 就是 对于亲共的 持加拿大籍人士 就是 好像强烟城或者 譚石永这些 我们要采取一个 强硬的合场 以及 那些中国来的 岁客那些 要 要逐个将他们 揭出来 就是 我觉得没办法 我不是想 所以你叫我 我不去加拿大住 因为我去加拿大住 我肯定和这些人 直接火星降地球 但是你真是 揭幻思考 不知道 你知道我这个性格 不知道 我本来就想 安安静静 在那里 看书写字 讀书写字 变成 跟这些人 天天对困 不要这样 我就喜欢做 赌主 做桃花赌主 就是 够孤独 够孤独 够清静 但是 加拿大 扩大救生艇 这个是一定要和美国同步 这个是不用说的 这个是 一定 他没有都不敢做的 他不敢做 他会死的 这个是很清晰的 所以 它的扩大方法就是 因为 美国的扩大受惠人数 是向前走 他就是扩大连数 他就是扩大连数 不业连数 他做到就是 这个数字 可以申请的人多了 就是 你的人尽快来 尽快来 就是这样 你尽快来 你的人 数字多了 我叫做 对美国有所交代 这个很重要 对美国有所交代 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扩大的 下一个受压力 再受压力 就是轮到英国和欧盟 是英国和欧盟 欧盟那条 I to take 很清楚 欧盟一定是 B&O的旧生亭 应该是 塞进了 Britz deal 里面的 就是不外 因为你知道 Britz是 not complete 英国如果 反欧的话 欧盟的生亭 就很简单 如果英国 会重返欧盟 或者可能 进入 这个重返欧盟的 过渡安排 可能 先将 现在在欧洲的 BC 或者现在在欧洲的 B&O 全部都 继续可以 entitled to freedom of movement 不再动 不要再 搞完 如果在英国 正式加入欧盟 就计算了 就计算了 就算了 就像以前那样 你我住本 passport 不如你住 你登你的地址就住 就是这么多 不要搞得这么烦的事 搞出个大逃脱 出来的 这个就会跟 因为欧洲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要跟 B&O 因为欧洲国家的 关键是特区抗照揽发的问题 那个美国都觉得 因为欧洲没有 美国那么承受得起 特区抗照揽发的那些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 guide to take 不会 但是 首先加拿大 就一定是 最近美国的 一定要硬吃 所以它就 open work permit 那里就扩大人数 就是 它受惠的人 是多了的 如果你合乎资金 也都快些申请 但是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 就是 Stream A Stream B 两个 就没有 特别 extend 那加拿大的移民部长就说 要慎重行事 什么什么 我觉得 那个 真正原因就是 加拿大要这么多移民 他说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我的真正原因呢 我也是那句 之前B&O Visa 我的经验 就告诉我一件事 之前B&O Visa 搞屎尿屁那些 就是移民局司 我不说是哪个 因为移民局司 不是华人 有些移民局司是什么呢 是那些 以前的HOME Office 那些人 以前做HOME Office 那些 但是呢 就是专门帮那些中东国家 那些游王 帮那些中国人做签证 那一批 那一批 就是很不想B&O Visa出现的 那些 完全都不是顾应该的 因为他顾着他自己的荷包 我觉得呢 有两批人 在搞事 在加拿大工申艇那裡 一批 我相信移民局司 是有份的 因为那些关景雄这些 大哥 他做什么生意 大家清楚 是不是 就是 我觉得其实加拿大政府 是要 要开签证查这些 那些扑街 第二 就是 你有部分 我也是那一句 加拿大 我为什么最没兴趣 住在加拿大 就是 这个西方国家 你说 我尿斯人 我也有兴趣尿斯人 空气好嘛 对不对 就是说我有朋友在尿斯人 就是 我觉得 就是 又不是 就是 我尿斯人 开始过清淨生活 就是 我尿斯人有朋友 当然 我不会 现在 我没有这个意欲 就是假如要去 但是假如要去的话 我加拿大完全不怕去 never 原因 加拿大政治 我想我也很清楚 加拿大的政治 那种 有部分政客 三个党案政客里面 都有不少人收紧了中国钱 到现在 都仍然在舔中国的住水 那 没什么 他说 那 那 那 你要限制住 你要对我们 对中国来的移民公平 其实 我觉得 加拿大是要收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移民 那些限制 那 那 你那里有很多利益 那你就出出这些 半天调不云不云的方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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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问我 第一 要加拿大 尽快 要放宽 不然现在 沿登就会有些人说 那沿登就会有些人说 那沿登你充不够日子 所以你不要 来加拿大 就是你原本之前就说要来加拿大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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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说 你不要去啊 你用BNO去英国 哇 这班人 我发现沿登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不是叫刘正 是的 刘正那条 那条 住宗耀游那条 那条 DMCA NOTICE 肯定有Cring 那些 那些 你会看到的 你看到的 一样东西就是 这班 那些契弟 不断地搬到门 所以你看到的 因为这个方向太不理想了 所以你看到的 那些所谓 就是 有一个组织我不说 是不是 我免得相感情 英国也有 加拿大也有 那个金主就很大 不敢claim自己太多credit 他有claim credit 但是大家是不是觉得 那些东西很正 我想是要大家 另外一些行动 可能是要去 找一些 國會議員 問清楚他们的立场 不要再被 这班 中国orby list搞事 还有 那些传媒要查 究竟 有没有中国orby list 在香港政策上 正在搞事搞的 你知道这班 是死心不食的 这班中国人 那样东西很重要 这件事 因为 加拿大我给了个感觉 大家不敢strong 那些 所以不敢strong 要strong 要再strong 但是因为我 我不是住在加拿大 可能我有一些 我不认识的情况 但是 加拿大那种政局 令我非常 feel uncomfortable 所以你问我 我为什么不住在加拿大 我对加拿大 之前有 我没住过 我一世人没来过 加拿大 我告诉你 我一世人来北美洲 一来 纽约 阿拉斯加 我渡过 我小时候 纽约 我去纽约 Washington D.C. 夏威夷我都去过 夏威夷 夏威夷是度假 那次真的度假 很好 somehow 一个挺好的假期 挺开心的假期 夏威夷去过 夏威夷的日本 可能我太害怕 那麽多香港人的地方 我有点害怕 我想 加拿大的拡大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我想 open worth permit 的拡大 不够了 当然 如果你现在合资隔 申请 我都建议你先去 因为你越多人去的话 你越近就会逼别人 开Stream B 因为你之前 你少人去的 那些人是一个搞屎的游戏 少人去的 结果就 结果就 结果就怎么说 开得不够多 你不跟BNO Visa BNO Visa 就是因为它有班 就是 你可以 如果成功完之后 可以脱离父母申请 那个 那个是有用的 当然 要有更多人申请 我觉得都是那句 如果你不多人 离开的话 西方国家怎么相信 就是 需要更扩大 救更多的人 是不是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 但是当然 有些人说 英国不好住 那些 好实说 很多人都是不明白的 现在 不是选择好住的地方 真的不是 OK 就是你现在不是选择好住 你当然觉得 好住是重要的 但是 但是 那局势越来越差 嘛 那局面越来越惡劣 你大哥 你现在 我都说过 习近平今年 立春 双春兼农业 被人插爆春袋 对不对 你爆 你爆 你爆气球 那摆明是插爆春袋 这个像 你都很清楚 我今晚有一集 我说 气球刷牙鞋 那件事 因为那个 现在拿了刷牙鞋 走 但是 有很多细节目没有 就很难停 就是 你抽水 没有水 但是 不够材料 我怎么煮 但是 这个我觉得 这些人要多些去 第二就是 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游说 第二 对抗中国的选民 我觉得 这个都很重要 还有那些蓝丝 你知道那些蓝丝很不敢扑街 那些卖港财 那些卖港 卖家产 就是我觉得 加拿大 是要 大家要有一个行动 就是 如果知道那些人是卖港 卖家那些 是一定要公布出来 要求 其实要加拿大国会修改法 就是如果是 怀疑 出卖加拿大的亿的人 将他们的国籍取消 一定要去到这个位置 除非 Canadian at birth 就是 他是因为birth rights 而 因为通常这本国罪都是 都是的 如果是birth rights 那些就很难剥夺国籍 因为你 在 birth 就是 有些国家 就可以在 birth 都可以剥夺国籍 但是在 birth 都可以剥夺国籍 就有些技巧的行动 因为那些是 你出生 你成长的地方 你出卖他 都可以剥夺 的话 是有不容易的 就突然是 重判半国罪 就是判他终身 就不是用 剥夺国籍 这个方法去解决 但是 对 Immigrant 是可以用剥夺国籍的方法去解决 就是 你可能是 针对就是说 Natalization 或者 Natalization 那些 Canadian 如果你是同事出卖国家 是可以取消 Natalization 这个是可以做的 因为你违反你的誓言 你违反 你对加拿大的 那些承证 那些承证 那些是可以做的 那些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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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上的 我都建议 那些香港人 上 进香港人上 多些人 撤离是好些的 多些人 我都是那句 你这么多人治 就有问题 而且 中国经济越来越差 中国和美国的对抗越来越明显 你可能会爆发战争 那更加不用说 所以我对这些 你见我 如果不是张远廷的主题 是 对写字来说是好的 一定要留有记录 因为那是一个社会总体现象的问题 那是一个good topic 就是作为文化 我想我最擅长的 其实他的评论 除了IT 其实我想我是文化评论 我以往也是的 我在报纸写得最好的 其实我是文化评论 真的没有人 是明报没有人 是顺报 苹果就没有地方 让我做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 是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喜好 但是如果你作为Youtube 也是Youtube作为一个 过以广播媒体的话 我就一定是讲了加拿大 这些加拿大共生艇 现在那些外面的家属新闻 因为那些是涉及干权 这些是安危的 但是你说下一步要争取更多救生艇 你说欧盟当然要 欧盟救生艇也要争取 然后你说英国 英国其实我看法就很简单 这个也是 为什么加拿大 确大有少许的 英国如果会平权 加拿大就未必 很需要要扩大救生艇 这个也是争取的 因为现在加拿大要考虑他 他会收到什么人 因为呢 如果不会平权呢 那我就不只收中国的 就是纯粹是中国 我叫梁天天气问题 那些 香港特区护照的那些 持有人 你会收了不少BNO的后代 你有机会收了BNO 持有人 不是每个都上过BNO 就是有BNO visa 不是每个都想申请 那那个是OK的 那个就 就是加拿大会有一定竞争的 所以加拿大 很多人都不知道找些什么做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 BNO可能会平权呢 就 another story OK 另一件事 如果BNO可能平权 因为BNO会平权呢 就对 对 有点烦 如果BNO会平权呢 因为如果BNO会平权呢 我知道有一个例子 就很有趣的 就是他那个加拿大籍 OK 就是他有BNO 但是他最后就申请BNO visa 过英国 OK 就是他 那些人说 就是早期批的那些 就是早期批的才不会这么 就是你不会说 你是第二个国家的居候权 就可能你必考他 因为他那个加拿大的护照 都仍然申请BNO visa 就是英国的法 那个 英国就算你很多公共行政 都是低的 OK 很多infrastructure 都很低的 都是低的 有这个问题 总是比加拿大好住 而且比加拿大多的机会 多于加拿大的机会 所以有些就 就算有很多朋友在加拿大 他都仍然去英国 我认识有人是这样的 有一个BNO visa 我认识一个是 他拿着BNO 就拿着加拿大护照 就是他最后就去选英国 他认识BNO visa 他认识BNO visa 我认识BNO visa 我认识BNO visa 我认识BNO visa 你拿着BNO visa 我认识加拿大的货商 我认识加拿大有些案子 由英国的交流制度 就是如果BNO一併权 有多少人会考虑加拿大呢 其实就是一个问号 都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做的问题 没有东西做 就是有没有东西做 或者做行业容易容易 都不是主要的问题 那个 我觉得如果是创业的人 如果是嫌会税高一点 但是问题是 加拿大都可以做到一些好东西 加拿大都有不少好东西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 其实是加拿大政治的厌务度很高 加拿大政治的厌务度 就是那些政客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 那么多个民主国家里面 加拿大的政客真的是最狡猾的 澳洲就不是的 澳洲就看哪里 西澳洲的读人被扑街 超贪钱 哪个族裔都不分族裔 西澳洲 西澳洲的政客真的是一群契狸 西澳洲的政客真的是一群契狸 我真的不想用这么重的语气 但是是这样的 如果澳洲我就不会考虑拍诗 我觉得拍诗真的 澳洲你说 西澳洲的政客是一群契狸 或者是雪尼 或者是雪尼 或者是 澳洲的 或者是 我会考虑的 如果叫澳洲 拍诗 拍诗 你看到那些政客也不敢开胃 但是我觉得如果加拿大真的需要 救那么多手足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大的政治 如果住在加拿大那些 即是在加拿大公盟那些 你想救国 我觉得你需要做些事情去 踢走这些 那些 有些政客制的 就是为了S 用动的 什么人都可以 毫无让知 真的 当中天有什么 什么人都有 那不是很好 所以 你看到我平常加国政治 我也是 那些声音都不太好 就是这个原因 即是 即是 加拿大那些 古惑东西 那些古惑东西 我听得太多 看得太多 听得太多 不同 英国 可以说 英国的政客是 怎样 英国政客是交的 我告诉你 有些Brisid当宗教来信 真的 那些屌子升了少少 但是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至少我觉得 没有那么多 corrupt 完全是 底线没有 integrity 的政客 我只要这么说 好了 那就是 我这一节讲到这里 我今晚就 sign off 除非 明天 那今晚我第一节 如果我不是加开的话 今晚第一节 我就会讲国情之文 那接着 我就看看气球的进展 气球那件事 那但是 你问我 我会不会再评 张远廷那些 我觉得 你看我的敏 你先看敏 你先看敏 那我讲到这里 你看到这个setting 禁止 因为我 我其实是禁止 就是为什么 我出去了另一个地方 我想 你不会见这个setting 见太多了 我很快就回去 就这样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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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